我们现在用这个图来看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第一部曲 糖解作用 发生在细胞值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第二部曲 就是在那个黄色框框起来 就是克氏循环 克氏循环其实是一位科学家 他叫克列伯 K-R-E-B-S 克列伯 或者克列伯斯 都就是他 叫克氏循环 可是很奇怪的是 前面我们介绍那个光合作用的 碳板印叫做卡尔文循环 为什么卡尔文循环 那个科学家的性 三个音都出来了 卡尔文 但这边我们只叫克氏 明明叫克列伯 所以你看为了公平 你要么就是前面那个叫 光合中的碳板印叫卡尔文循环 呼吸中的这个循环叫做 克列伯循环 或者是前面那个叫卡氏循环 这叫克氏循环 这样才公平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拉出来 因为有些科学家就很奇怪 前面叫卡尔文循环 后面叫克氏循环 那你这两个科学家大小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打错字了 克氏 对不对 都打错字了 没有人家想克氏循环 谢谢你们的更正 所以为了两个科学家 我们一以看之 就是公平起见 碳反应 所以那个循环叫卡尔文循环 这个循环我们就称它为克列伯循环 吧 好 克列伯循环因为叫名字 啊 就是搞混嘛 所以有人叫另外一个名字叫 柠檬酸循环 那什么是柠檬酸循环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我们慢慢看 好 首先呢 我们之前不是提到糖解作用在细胞质产生两个分子的丙酮酸 如果在有氧的情况之下 有氧 这时候你的那个丙酮酸就会进入到你的立腺体 这个是外膜 这是内膜 这是个立腺体 这个位置是积植 好 积植呢 它柠檬酸进来的时候 柠檬酸会被先分解 柠檬酸会被分解成乙烯 看名字 甲乙 乙烯是两个碳 可是柠檬酸是三碳酸 哦 怎么少了一个碳 所以你看到这里了吗 啾啾 当你的碳减少 就代表二氧化碳被丢出去了 少 两个三碳 变两个二碳 你得丢出两个一碳 那个一碳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柠檬酸会先分解成乙烯 然后过程中就产生二氧化碳了 好 那乙烯呢 它不是自由自在的乱跑 它会被一种物质叫辅酶A 又是辅酶 这个辅酶A哦 就会抓住乙烯 抓住乙烯 去形成乙烯辅酶A 辅酶A抓着一个官能机叫乙烯 这叫乙烯辅酶A 乙烯辅酶A就把它带进克氏循环 克列薄循环 这乙烯就进来了 那慢慢看哦 首先这个分子 好眼熟哦 真的哪里看过啊 草烯乙酸 不就是C4植物 CAN植物 储存二氧化酸的四碳酸吗 我们现在在 有氧呼吸车又看到它了 所以好方便哦 同样的分子 你在光合中会遇到 呼吸中也遇到 你叫被子就好了 它叫草细酸 那我们之前说它是四碳酸吗 储存二氧化酸的四碳酸 它就是四碳酸 好 我们看一下碳数 我是四个碳的酸 乙烯是两个碳 加在一起变成柠檬酸 柠檬酸就是六碳酸 对吧 两个四碳加两个二碳 就变成两个六碳 四加二为六 所以这是两个六碳酸 好 所以这个酸叫柠檬酸 那也就是说 这个循环叫克列薄循环 它最早 二氧化酸抓 不是二氧化酸 乙烯进来 最早形成了酸性物质 是六碳的柠檬酸 所以柠檬酸是它 第一个产生的物质 这个循环又叫做 柠檬酸循环 就这么来的 柠檬酸是克列薄循环 第一个形成的产物 好 那柠檬酸呢 继续分解 所以下面有个 好大个圆圈圈 好多个箭头 这个图就是我早期画的 我再画出 克列薄循环可分为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 第七步第八步 总共有八步 天龙八步 克四八步 那为什么我当时 我会这么清楚地记住八步 因为当时我刚毕业没多久 来中山的时候 退伍 我们那时候那八个步骤 是什么变成什么 中间的校数都要知道的 因为考试会考你 当然现在都忘光了 需要是可以复习 所以我当时画的太仔细 而哪一步像第三步 产生二亚化纳跟NADH 第四步产生二亚化纳跟NADH 然后哪一步产生ATP 哪一步产生什么 我当时都要记起来 不过现在不用管它 所以现在呢 我们把克列薄循环 又叫克四循环 又叫尼蒙酸循环 用以下这个图来简单表达 上面这个图有点复杂了 首先呢 在前面的糖解作用 我产生了两个丙酮酸 颜色不害 我产生了两个丙酮 丙酮酸是三碳酸 这个三碳酸呢 就在有氧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进入那个 立腺体当中 过程中丙酮酸会丢出二氧化碳 同时会产生NADH 就知道NAD症变成NADH 丙酮丢电子了 让这个辅媒还原了 所以这个步骤 叫它丙酮氧化 合理吧 丙酮氧化 产生乙烯 和二氧化碳 而氧化过程中丢电子 丢出来的电子 由NAD症接收 变NADH 所以这个过程叫丙酮氧化 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乙烯和NADH 好 那这个乙烯我刚才提到 乙烯不会自由自在乱跑 它会跟辅媒A结合 变成乙烯辅媒A 那辅媒A其实只是个 代位者就过来了 然后之后呢 你乙烯进入到克制循环 这辅媒可以继续去接下一个乙烯 所以它就是把乙烯带进来 把乙烯带进来 把乙烯带进来的代位者 所以它叫辅媒A 它也不参与后面的克制循环的反应 好 我现在呢 终于把丙酮氧化成乙烯了 乙烯被辅媒A带进来 而这个氧化过程产生NADH 跟二氧化碳 乙烯呢 就往下进入到克制循环 或叫克列波循环 或叫柠檬酸循环 好 你看这个辅媒A用完就回去了 看到没有 好 只把乙烯就进来 乙烯就进来了 好 这个克列波循环 经过好几个步骤 最后把你的乙烯 完全氧化分解成二氧化碳 我们说一下算数 两个两碳 变四个乙烯 对吧 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数字 都是平衡好的 两个丙酮酸 为什么是两个丙酮酸 因为来自于一个六碳糖 好 一个六碳糖 糖解成两个丙酮酸 两个丙酮酸 形成两个二氧化碳 两个乙烯 两个乙烯 就是两个二碳 总共四个碳 完全氧化分解成四个二氧化碳 看看好 好 那乙烯完全氧化成二氧化碳 是个氧化反应 就代表有人要还原 谁呢 NADH FADH2 这些都是还原性辅酶 还有固人中产生ATP 可见乙烯氧化成二氧化碳 是个放能反应 好 这整个循环 让你产生还原性辅酶 产生ATP 因为放出能量 最后的产物还有二氧化碳 这个过程就是克氏循环 克列博循环 柠檬酸循环 因为第一个产物是六碳的柠檬酸 好 以上这个图就是克氏循环的介绍 好 所以其实有人会把呼吸作用 我们刚刚说呼吸作用分三部去 糖解作用 克氏循环 电子传递列 有些效果是分四步的哦 第一步 糖解作用 第二步 他把这个独立出来 叫丙酮氧化成乙烯 产生NADH 第三步才是克氏循环 第四步才是之后要讲的电子传递列 我写个电传 就是电子传递列 有些版本是分四部去 那我只是把丙酮氧化跟克氏循环 我整并都叫做克氏循环 比较单纯 因为丙酮氧化就有一步 我觉得比较简单 就跟克氏循环合在一起 好 以上这个图就介绍 合为克氏循环 请你先把丙酮氧化成乙烯 和二氧化碳和NADH 乙烯在经由克氏循环 完全氧化成无机物二氧化碳 然后产生还原性辅酶 包含NADH FADH2跟ADP 这样子 那FADH2是这么来的 FAD 它不带电 所以一旦你接收多少电子 就要接收多少直子 就会产生 FADH2 就是它了 它也是一种 可以氧化还原的辅酶 跟NAD症 NADH一样 好 以上这就是克氏循环的介绍